第二 你去跟官家说 让他打消前都的念头 等官家百年 你告诉所有的人 太后娘娘惊亏遗诏的秘密 我便认你为宰相 沐兄啊 我此来是为了惜财 为我大宋万年的基业 惜栋梁之财 君王 走好 君王 明日之君 胸怀坦荡 海纳百川哪 草民赵谱 拜见陛下 平身吧 谢陛下 陛下 一驾洛阳 真的要迁都至此吗 朕觉得你的建议很好 已经跟大伙说了 不像除了晋王之外 其他人都很漠然 陛下 陛下还是听从了 晋王的奏报吧 你怎么也改主意了 监听则明 旁听则暗啊 天来的 陛下 我 面子 傻子 你 殷商残量 国库也会枯竭 臣担心陛下会失去民心 有这么严重吗 陛下恕草民如实奏报 草民当时提议迁都洛阳 主要是怕晋王逆反 而眼下晋王对大宋江山 一如既往的忠心耿耿 不愧为是皇室宗亲 既然如此 陛下迁都也就毫无意义了 朕决定要迁都 并不仅仅是为了光义 不是为了大宋的江山设计长久为虑 开封私下无险可守 洛阳则不然 陛下深谋远虑固有道理 可草民以为 已经无需再做千都之下 因为我大宋江山稳固 天下位于太平 太平盛世没有战事 都城是否有山川之险便没有何用处 陛下草民以为如果一防万一 那可在开封府和开封城之内养兵防险 也就万事大吉 陛下 如若还要考虑迁都 草民以为 倒不如把心思放在收复北汉孤城太原上 以完成陛下一框天下之伟业 赵仆 在 你来 是 你 你不是会被人要挟之人 草民 如实奏报 没有受任何人的要挟 你去吧 草民 告退 2 2 2 3 2 3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请赶紧下诏 向皇位传给我吧 你要传 也传为那德方 并非赵娘娘的遗诏万事 就不怕娘在天之人谴责你吗 我要输传啊 王爷 王爷 做个梦了 我在梦里头没说什么吧 王爷 王爷 没说什么呀 你真的没听见 我在梦里说什么了吗 我也怎么了 我真的什么都没听见 我刚进来 那好吧 荣夫人到 拜见圣人 小蝶 我想你了 婢女也很想圣人 但不能进宫来 只能心里常常回来 在赵王爷身边 一切都还好吗 还好 她对你好吗 有没有冲你发脾气啊 没有啊 今天中午 她正在睡午觉 定是做了什么噩梦 挤得满脸大汗 我刚要帮她擦擦 她便醒了 样子很凶地追问我 听到她在梦里说了什么 那你说什么了 我说不知道 赵王爷 会不会是生病了 或者是 有什么其他异常 没有什么异常 没有什么异常 她 满脸大汗 怎么了 没事 小蝶 以后有什么情况 就随时进宫告诉我 这个玉牌你拿着 不需要通报 就可以随时进宫 可是圣人 会有什么情况呢 来 坐 来 承太医请 赵王爷 承太医来了 赵王爷 今天下午 王岐人找在下给徐夫人看病 在路上跟我说了一件事 卢夫人请留步 赵王爷有话 任何人不许定 卢夫人 请回吧 王爷 王爷 刚才卢夫人要进来 小人给拦回去了 但是当承太医出书房时 他又赶紧探出头来 见小人看着他 他又回去关上了房门 他看见承太医了吗 看见了 下午宫中来人 说送上人向儒夫人了 要儒夫人进宫 小蝶进宫了 是的 小蝶进宫了 叫家宴来 是 王爷 坐 我之前被噩梦惊喜 从我醒来之后 观察小蝶的情形来看 他并没有听见 我梦里说的话 或许我根本就没有发出声音 可是他下午进宫去了 据说是圣人叫他去的 或许是巧合吧 可是我总是放心不下 关键是他看见承太医了 而且还探头探脑的 很显然 他是官家和圣人派来监视我的 官家以为我毒死了梦场而生气 我不担心 可是这小蝶总是让我提心吊胆的 王爷 王爷啊 如此看来这个如妇人 一定是官家和圣人派来监视你的 眼下这事不好办哪 偏偏看到了承太医 承太医 那是王爷埋在皇宫里的一把利刃 万万暴露不得 您想想看 如果官家知道您和他有来往 那官家会怎么想 他一定会怀疑的 他一定会把承太医逐出皇宫 那就会坏了我们的大事啊 王爷 该如何处置呢 承太医绝不能暴露 小蝶不能留 但是杀了小蝶儿 官家会更加怀疑我的 即便是官家怀疑也无所谓 他不能把你怎么样 可是承太医暴露 官家要是追问下来 那就坏大事啊 那后果是不堪设想吗 别无选择了 我马上去追回承太医 让他加紧配置药房 没想到 你给我 不要 我 怎么 我 王爷 怎么把玉排放这儿了 王爷 我觉得没用 便丢在了床下 怎么能没用呢 拿着这个玉排 就可以出入皇宫 没有人敢阻拦你 到底是圣人身边的人呢 什么都看得那么轻 圣人送给你的吧 是 是圣人给我的 可我现在是您的人 怎么能总进宫呢 我觉得没用就丢了 好 好啊 要是没用 就还把它放在下面吧 王爷 不早了 睡吧 我帮您换衣 王爷 这时官家赐给我们的茶 在圣人身边喝过不少好茶吧 一瓶瓶 一瓶瓶 好茶 下起来 臣赵光意拜见陛下 平身 谢陛下 将圣人 盛任的侍女小蝶赐予了微臣 本来一直十分恩爱 不曾想 昨日夜间小蝶突发重病 去世了 小蝶死了 是啊 昨日夜间 本来睡得好好的 他突然起来 见声大叫 还捂着胸口 臣看他 脸仗得通红 就赶紧去请太医了 可太医还没来 小蝶就死了 你也不必太过悲伤 事已至此 你也不必太过悲伤 臣神感慌恩 本来和小弟儿一直恩爱 可如今 即使 圣人所赐 就由后宫女官 前往收敛归葬吧 臣灵之 宣承太医 宣承太医 是 臣承得玄拜见陛下 昨日你可去过赵王爷府上 是的 陛下 赵王爷派人到臣的家中 说如夫人突然患病 臣便急忙赶去 结果一看 如夫人已经停止呼吸了 那依你看来 如夫人是何并故去的 回陛下 臣 细加揣渡 从脉象上来看 如夫人属于心脏 久已有病 只是以前一直未被发泄 现在属于突然发作而死 狠狠 汉塞 危急 找过赵王爷可能 Hogwarts 他们有可能的事 没有可能的事 我在 whatnot 只 master